劇烈摇晃的游乐器材孩子玩得欢声尖叫 但一名九岁男童在游乐场玩乐后 脸色苍白腹痛 送医时血压偏低 本来以为他是不是玩得太疯了 是不是就是过度换气 后来抽血出来 他的血红素从正常的12掉到只有9点多 黑黑的地方是出血 他的血已经流到他的腹腔 循着出血点找竟发现左肝有颗恶性肿瘤 长达16公分 这种肝母细胞瘤 癌细胞在胎儿时已形成 好发6岁前 会在右上腹摸到肿块 或是腹痛黄胆等症状 但男童完全没症状 癌细胞更已转移到零发 属肝癌四期发现的较晚 他的5年存活力 根据文献的统计 只剩下3成左右 一般这么大的肿瘤 本来就富含血管 他本来就会有自发性的 爆破的可能性 再加上是不是 他做这个游乐器材 这样晃啊晃 也有可能的 原本看似健康开心玩乐 却意外发现肝肿瘤 半年积极医治 男童已做完化疗 继续对抗癌细胞 大爱新闻 陈一甄 陈立委高雄报导 大怨 应该可不可以 请想想继续对抗癌绿